记者张勋腾苗栗报道,苗栗县造桥乡南瓜节活动,将于9、10日在龙生村大潭、龙生湖登场,湖畔旁有独特的南瓜隧道,还有各式各样的南瓜展示及创意料理,以及十八乡镇市农特产市及遗英俱全,九日晚上举办晚会,穿插摩菜助兴,两天的活动有吃,有玩,邀请乡亲安排一趟饶富。 不浓趣的周末清旅行造桥乡南瓜节活动已迈入第十一年,每年皆吸引大批游客,打响了全国知名度,形成造桥乡年度盛会。 今天上午,苗栗县长徐耀昌,副议长陈明朝太太廖秀红,造桥乡长黄淳德,乡代表,村长等人在苗县府大厅召开记者会,促敲南瓜节继长乡修气新风貌活动,邀请乡亲踊跃参与,为期两天的南瓜节活动, 除提供造桥乡农会家政般研制的南瓜创意料理,在湖畔亦有长约250公尺的南瓜隧道,同时安排街头艺人,热舞,特技,魔术表演,有奖征达及南瓜艺员竞标等。 此外,还有18乡镇农特产品战兽,南瓜生态导览解说,9日晚间6点30分在造桥乡大西村乡里活动中心举办晚会,邀请客家歌手陈梦乔及乐团等演出,并穿插摩彩柱性,奖品有夜经电视等,主办单位邀请乡亲一起体验南瓜节魅力。